2015年,三岁叙利亚男童亚兰·库迪 福斯土耳其海滩上的照片震撼全球 当年的难民危机让人记忆犹新 而近地中海再度传出移民悲歌 3号在土尼西亚与土耳其外海 总计有超过50名移民溺币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这是自2月份90人在利比亚外海溺死以来 地中海最致命的一天 与此同时,欧洲的反移民势力却持续增长 让因国家内战而逃离家园的移民 所面临的处境也日益艰辛 叙利亚与利比亚等中东区域的长久内战 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战争至今未见平息 此外,为了到欧洲寻找更好的未来 亚洲与非洲也有大批移民试图透过海陆闯关 但却就此混断地中海 生还者心中也留下定颖 欧洲政府对移民的态度已出现逆转 更多反移民政府上台 意大利新任内政部长萨尔维尼 三号前往获救移民主要的上岸地 西西里的一个城镇波沙洛视察时 便强硬地表示意大利和西西里 不能成为欧洲的难民营 同一天,意大利邻国斯洛维尼亚的国会选举 也由反移民的在野党 斯洛维尼亚民主党取得胜利 在法国方面 首都巴黎近来持续清除难民容身的营地 强迫移民迁到收容中心 今天并在拆除两处非法难民营 强迫以阿富汗与非洲为主的移民离开 根据统计 过去三年来 巴黎已将大约28000名移民赶出营地 欧洲自2015年起便陷入难民危机 至今已有超过100万非洲中东和阿富汗人抵达欧洲 尽管在严格管控下 移民涌入速度已减缓 但欧盟仍因移民收容问题而焦头烂额 反移民政党的声势也在各国持续高涨 让逃离某国苦难的移民们 面临更具敌意 也更艰难的处境 杨广编一样 赵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